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是那个队的人 你觉得呢 您和汉海的关系不方便对外公布 纪总又是您的女朋友 在处理星辰的竞争关系上 我确实是不太好掌握分寸 你之前提过 将汉海和星辰合并 如果继续执行这个计划 你一下如何 要是纪星知道 汉海是你一手复制起来的 我会找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他 总比到时候他从别人那儿知道的好 这位商人呢 摆在第一位的永远是起论利益最大化 说得难听的 感情这种事很容易变的 我当然也想利益最大化 只不过不管是韩总还是其他投资人 说不定他们能给我的利益 比同科高呢 我给你融资是股权分散 星辰寒性计 她给你融资是股权集中 星辰改姓寒 听说你跟韩婷是大学同学啊 那这都十年了 她这一回国就投了你 看来是对你念念不忘啊 你和她是在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 兴趣爱好看问题的角度 甚至价值观爱情观都天差地别 你确定是她了吗 你以为你很了解韩婷吗 韩婷早在德国的时候就投资了汉海 至于星辰 不过是用来打掩护的烟雾弹而已 当有一天汉海足够强大的时候 会不会吞了星辰 我知道星辰是你的情绪 我会保护好她的 你让她欢心呢 她就留你一命 你要是讨她不喜欢 她就掐死你 韩婷 你爱我吗 怎么定义爱 为我要死要活 没有我世界就塌了 这不是我理解的爱 那你理解的爱是什么 首先是何事 你就没有想过 她哪里看得上你啊 想找个合适的人很难呢 需要三观 时间精神 灵魂方面的集合 她喜欢你什么 单纯吗 这是我跟我爸妈最后一张合招 她们离开以后 我就再也没过过生日了 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惊喜了吗 惊喜是什么 惊喜我当然不能告诉你 好了 可以睁开眼睛了 怎么带我来这儿 怎么带我来这儿 原来是你 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我们那么早就同框过了 我也见过你父母了 以后你的幸福 我来守护 写的不会是真的吧 纪总不是这样的人 那她是什么样的人啊 李总 纪总 就是黄薇薇 她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微信 说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共同创业 我被最信任的合伙人欺骗扫地出门 这文章写得也太过分了 这评论区的人也真是 不就想做玩吗 谁不会写呀 你说她一条信息一个电话都没有 她不知道我在生气吗 你来干吗 我忙着呢 那我先走了 来 连累 好 我哪里得罪你了 我这几天都忍着没去找你 可是刚见到你 你就跟她在一起 我心里不舒服 我一见到你 你不也跟邵逸臣在一块吗 我 把手机给我 我可能做不到隔几个小时就联系你 但以后随时随地 你想知道我在哪儿都能看到 小齐了吗 十六时的tri 塗小萌 小萌上课去了 韩总 帕阿娟 adventures 你就是 给你们介绍一下 韩婷 我男朋友 接上大黄 一家团聚 猫爬架都准备好了 是不是早有预谋 把大黄接过来 是啊 但不止想接大黄 韩婷 那颗星星现在有名字了 叫心动不停 送给你 我特别喜欢看星星 我刚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 压力特别大 但是只要一抬头看星星 就会觉得 好放松哦 而且好浪漫 但比那个更浪漫的是 此刻你在我身边 现在 我想要亲吻属于我的星星 韩婷 我爱你 我也是 你知道我喜欢她多久吗 我不甘心 喝了这么多 我交了个代价 送你回家吧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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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我来送你吧 他帮了我不少 帮忙很安逸合心 你刚增迪在里边吃饭 我问你了吗 先上车吧 上车 我自己打车 老板 要不您 季总 我现在送你回家 麻烦了